很多人发现,在大街小巷各种颜色,的共享单车中,寻找一辆煤坏得越来越难了,才短短三四年时间。 当年风头无缘的共享单车热潮就已逐渐散去,数量惊人的单车被困在了大大小小的单车幅长,人闻又十分拥挤的街道,也时常被横击竖八,躺在地上的共享单车占据,其中步伐无法正常,骑行的闲置车或僵尸车,因长久无人问经文不满尘土。 当初共享单车玩家已已风光不在,摩拜作家二十几亿美元卖身给了美团,与滴滴纠缠不清的否绯闻仍在继续,至今生死尾部,宣布解散又被滴滴救活的小蓝单车至今人类占据主流。 酷奇单车,小名单车,丁丁单车斗第二三梯对其一线,则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,从2016年共享单车元年的遍地开花。 在2018年步入寒冬,在资本、汉阳中称呼的共享单车将何取何从,还是各位知数,共享单车围城南京市江明区静龙山内的单车木道上,数万辆各种品牌的共享单车,静静躺在一公里多的沙盗旁,有的还能正常使用。 他们都是城管部门倾托的围亭外放或无牌无罩的共享单车,被临时堆放在这里,已长达一年之久。 南京从2017年底开始,为共享单车办身份证,共计发报了31.7万个二维码牌照,在目前该市共享单车达到63.78万辆,约一半都是黑户。 今年8月29日,当地城管,部门召集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开会,要求在一周内对违规单车进行处理,同时每辆单车还要缴纳50元的罚款和15元的轻车费用。 然而,由于企业对处罚结果有异议,大辆单车被堆放在江宁高新区协同停车场,故楼区,建业区,七峡区等十多处地点,无人理会。 南京七峡区先领一条几百米长的路面上,堆成小山的共享单车,几乎占了路面的一半。 几万辆单车戟在江宁区踩完路,被一处被围墙环料的空了上,还有监控和保安人员负责看管,曾有一次不走合摩拜的工作人员前来探寻,但最终还是没有把他们数走。 摩拜一位检测人员曾向自媒体车东西透露,由于单车企业不愿负担高昂的人力成本,每名预为人员要管理数千辆单车。 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一场车辆,负责搬运单车的一位市政人员则悲观地认为,这些单车只能在原地烂成废铁,因为给五块钱一辆都不会有人去吧。 杭州市去年7月披露的信息显示,搬运管理2.2万辆违规共享单车产生的行政成本超过22万元,单财车管理成本将近10元。 事实上,败烂当成灾的共享单车,极其引发的公共道路混乱,已成为令许多城市头疼的难骑。 膜拜创始人胡雷伟曾报言,如果失败就当作公益,但如今的共享单车俨然成了公害,为了解决这一问题。 各城市纷纷推出后共享单车限额令。 去年9月,北京市交通委下发通知,叫听头放过享单车,当时北京共享单车总数已达到了235万辆,比如今的191万辆多出约20%。 北京路面上共享单车数量比以往明显减少,今年初,下门30万辆共享单车为成,其中10万辆被闲置,政府计划将单车数量削减三分之二,杭州计划将共享单车的数量减少四分之一,总数控制在50万辆左右。 昆明则推出了共享单车运营管理考核制度,欧凡一连续两个月垫底,被回收了1万辆单车。 10月24日,郑州市基比总体出行需求,早高峰期出行需求,到路程的资源,企业盈亏平衡点。 常住人口数量,TDP产量,既有投报份额等原则,计划将共享单车限制在38万辆,而目前某所摩摆,哈罗,伊购堡,清菊等5家公司,已经在这座城市,投放了50万辆单车,夺出来的12万辆。 郑州市城管局负责人计划,逐渐引导企业将车辆转移出去,在各地政府重拳出击治理之下,许多城市的共享单车正在陆续减少,而无处可去的共享单车,制造了许多个随处可见的单车坟场。 郑州西三环淮河路一处猜浅流下的废墟中,横西树八的堆广招数百两个种颜色的共享单车,大多数上面已记录厚厚厚的一层灰,其他路口或多或少也都有成堆的共享单车乱情乱丧,北京海电区一处大门紧闭的工地里面,密密麻麻的共享单车列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,丰台区和通州区,此前都因规模巨大的单车坟场。 团场引发热议,在安徽一处荒废的学校中,上万辆单车堆满校园,上海市静安去红星路曾经的帝王,如今已轮为共享单车的坟场,自由主引师无果有利用半年时间。 在上海、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合肥、昆明等20多个城市,拍摄了32个共享单车坟场。 如今,南京江名区的单车目到上,大部分单车已被请礼,身余单车已已经摆放整齐。 南京江名区经济开发时,城管局,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宝,目前有牌照的单车已在对接各家企业主引实施归还,并做好日常管理承诺。 无牌照单车还在等上级部门实施,但业内人士认为,即使暂时把这些车拉走了,他们最终也会回到单车本厂里。 先亦后南的生意如今光鲜不在的共享单车,曾是资本疯狂又捧的对象。 2016年,从校园迈向城市的入手小黄车,迅速达到了日定达百万,并在当年8月拿到了A轮融资。 一时间,屋檐六色的共享单车大超,几乎席选全国,甚至被网友调侃,留给共享单车的颜色不多了。 小莱、摩拜、酷奇、哈罗本公司正将创立,融资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,争夺市场的战争进入百热化,一个大共享单车企业疯狂烧钱进行用户补贴。 但正如哈罗出行,CEO杨磊在GGV变格家大会上所说,共享单车是一门建议后难的生意。 去年,6月,悟空单车宣布基金链断裂,推倒了共享单车热潮退烧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 累计入测用户400多万,收取押金超过8亿元的小名单车宣告破产,负载高达5000多万元。 因无力规划11万用户的押金被告上法庭。 库提单车总部被要求退海押金的用户围堵,钉钉单车全款套路,创始人在狱中自杀未遂。 小兰单车也要求控股权措施了与用安心低碳联手的机会。 去年11月濒临解发时拖欠了200多万元的物业费和70余民工货商近2亿元。 尽管交通运输不曾出台规定,您却要求共享单车企业,严格区分自有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,实行专款专用。 在去年年底,摩拜和Efo还是被财新网突出动用押金,其中摩拜挪用押金于40亿元,Ofo挪用押金超过30亿元。 共享单车市场步入巴展下半场,小投资者加贯了车资退出的脚步,曾经炙手可热的共享单车的彻底迎来了喊动。 Ofo投资人中小虎开始频繁在公开场合,呼吁Ufo和摩拜尽快合并,结束早已摆热化的补鞋之战。 2017年,我们都处在没钱的状态,稍不小心就会死掉。 哈罗出行的创始人杨磊曾如是说,在无钱可烧,自身又找不到盈利点的情况下,拥抱互联网巨头似乎成了共享单车企业活下去,的最后一根救命药草。 去年十月,哈罗出行与永安行低碳合并,应得发与气,持续输血。 今年四月,摩拜作价20几亿美元卖身给了美团,这个价格远低于其最后一轮融资估值36.7亿美元。 王兴对此坦言,这是快套守山域,只见看不到盈利模式。 小兰单车的车辆资产和单车投放指标被滴滴接手,但后者并未负责偿还小兰欠下的供应商欠款和用户夹金,坚持独立运营的与否则在崩溃边缘苦苦挣扎,滴滴要花20亿美元收购欧走的传闻满天飞。 但屡次被双方否认,近来又有人曝出和欧走洽谈的其实是哈罗单车,而至今仍在富于顽抗,得欧走频频付出将薪裁员,资金链断率,高管理职,办公厂所收缩等负面消息,还因债务纠纷,与凤凰自行车公司和百事物流队部公堂。 10月22日,欧走宣布创始人大威将不再担任欧走运营逐地东霞大通,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,并退出了公司董事会,由公司5号员工陈正将取而代之,虽然在公司声明大威还是实际控制人,不存在让卫一说,但外界普遍认为,它只不过是一种相对体验的方式出局。 这意味着,欧走的独立保卫战,可能走到了尽头,外界开始猜测,素来有不想带着老大支撑的欧走还能否顺利熬过这个冬天,来源,AI财经社。